專長封密室,CY隨時要坐牢 拖了五個多月,連交代僭建都是用書面的CY昨天終於衍生了 在這件事上,我是有疏忽的 過去我也有向香港市民致歉 我今天是再次向香港市民致歉 我剛才說過,我一直以來開城部公和政府部門全面合作 甚至是職人邀請傳媒到我家裡視察 我沒有隱瞞、沒有誠信的問題 當記者問他,去年10月已知4號屋有200呎密室 但選特首時沒有公開過,他就只是說沒有隱瞞 但CY自己用專長封了他,根據建築物條例,這是違規 做這些小型工程,要先得到屋宇署批准 沒有這樣做,已經可以罰款40萬和監禁兩年 還有,CY說200呎密室,是他買之前已經擴建 究竟是何時起的呢? 在施工時,預備要做地露 你一定要像唐英蓮那樣 將地鎖深了下去,你起了之後 如果再去那樣挖掘的話 其實就影響到樓宇本身的安全 他就說,密室幾乎不可能入火之後才起的 現在踢爆CY說謊,一班高官都出來護主 林鄭就說,CY已經詳細交代,欺涉誠信問題 都作了相當詳細的一個解釋 亦都說明了當中存在的問題等等 我就沒有什麼補充 想放過CY,沒那麼容易 他就說要屋宇處重新調查 可惜屋宇處今年6月才查完 對密室竟然看漏眼 他就懷疑有沒有高層指示放生 查室昨天CY去了兩個論壇 第一個,各界婦女聯合協助會搞的論壇 竟然一條潛建問題都沒有 去到青年高峰會議 終於有年輕人問了 全部都是沒有錢的那些很貧窮的人 那些都被人告 但是那些高官的人富豪的人 都可以做潛建 他們反而沒有風險 就說屋宇處的人都不會出來執法 怎樣特首可以令到社會更加公平公正 屋宇處有一個政策 就是什麼呢? 明人高官是要先處理的 這個是政府一個既定政策 我們作為高官的應該以身作則 不過他又承認自己有漏步 這些語言的藝術也會騙到年輕人 有口話又無法說自己 指著人說謊 他來來去去不停一個謊話 蓋一個謊話 根本就沒有給一個正面的特殊香港市民 沒錯,就是謊話 CY都要扛爆頭想 跟頭髮話交代 之前有頭髮話說是疏忽 不是隱瞞 如果現在改口 即是說一直在壓著人爺 後果很嚴重的